好,我们继续 我们佛教的因果 凡为一法的因 也必然是从因所生 那么就是因还是组合的 这一点很重要 如果不是这样子 我们就会落于第一因 所以这里就比喻 一般的宗教就不然 如耶稣教说 一切事物是上帝造的 上帝不由他所造 那这样子上帝为是原因 而不是结果 这是拿外道的观念来比较 我们就知道 佛法不承认有这样的东西 凡为一法的因 也必是因缘所成的 那么上帝你说 他能造万物 但是他不被造 那他是从哪里来的 没有原因而有 那么就无因生 这个在佛法是不承认的 这个在佛法是不承认的 佛法喝此为不平等因 还有说什么 十方物质等为诸法的因 这个在佛法总和之为非因 或者说诸法是无因生的 这里总挂把佛法的因缘论 跟外道的理论 最大差别的地方把它点出来 不但是上帝不可得 另外还有什么 以为时间是第一因 我们一切万法 是随着时间 已经安排好的 大节小节几千万节 最后就归于空 他们是用时间来认为 一切法的因 是随着时间而转的 那么如果是唯物论呢 他认为一切是物质所产生的 包括我们心灵的作用 还是因为物质而有的 这个就是唯物论 那么另外呢 有的找不到因缘 他真正的内涵 他认为一切法是什么 自然的 无因生的 没有原因就有的 所以我们佛经中啊 依因果法则偏语破斥 唯有一语波瑞会 了达诸法的因果势理 才是正确的知见 所以我们如果一定要说 佛法跟外道哪里不同 我们就把握这个根本 佛法是讲因缘条件的 讲势理的 内涵就是因果法则 但是这些今天如果不懂得 缘起法 你就不可能建立波瑞的空悔 你就不可能去了解真相 要建立波瑞空悔 要先了解缘起法 这个就是佛陀所悟道的内涵 要先明白这个 佛陀为什么他能悟道 为什么他能究竟解脱 而其他的宗教不能 就是因为体会到缘起法 所以如果什么是佛法的知见 佛法的证见 就是缘起法 证见缘起 缘起证见 这个才是真正的证见 然了得因果现象 还不是佛法中最究竟的 老师一层一层的让我们明白 你只有了解因果现象 那是不是就达到最究竟呢 这里是讲 最高的智慧 是要在因果现实的关系中 深入地去体验 普遍而必然的最高真理 这几句话要画起来 这个就是最重要的地方 我们怎么样在现实的万法 这个法的现象中 它怎么样产生 这个现象的关系 要去深入地去体验它 它一定有一个普遍的必然性 如果没有这个必然性 因不一定成果 那就不叫必然 因加上缘 促成成为果 它有一定的条件 缺少一个都不行 你看哦 因果是千差万别 事项是千差万别 在这样千差万别的 这样复杂的条件中 可以看出有一个必然理则 这个就是佛陀伟大的地方 大家要注意听 我们看到千差万别的现象 都被迷惑了 看不到它的条件因果 即使看到它的条件因果 也是片面的 不彻底的 还会产生执着的 它就在这样千差万别的 事实相像之中 它看出它有一个必然性 还有一个不变的理则 这个就是佛陀了不起的地方 所以这个地方就点出来 我们同样要把握这个 你不把握这个 你今天修行 听了很多法 人家讲了很多道理 有道理啊 你都认为有道理 每一法都有道理 但是每一法 都不能解决你的困境 每一法都不能消除 你的贪生痴跟烦恼 又不能解除你生死的苦魄 那个有道理 又如何 因为你没有体会到 它的必然理则的必然性 佛就是体验了 这最高的真理 佛的伟大 也就是在它能把真理 完满的动达 所有的宗教 外道看不到的 甚至执着迷惑的 它都一一可以把它理清 它真正的把宇宙的真理法则 它的内涵 它的真实现象 一一的把它采扬出来 那是什么 就是下面要讲的 宇宙人生的真理 佛硕有三 第一 就是诸行无常 这一真理 说明了 一切事物都在因果法则下 不断地迁流变化 其中没有什么 永恒不变的东西 单单一个租行无常 从哪里去看 就从现象中 一切万法 任何一法 没有停止过迁流变化 迁流变化就叫行 所以我们说租行 所以我们说租行 一切行 一切万法的迁流变化 它都是无常的 注意听哦 就是因为迁流变化说它无常哦 不是离开迁流变化的现象 另外有一个叫无常的东西哦 比如说我们这个身体 每一刹那 每一秒钟 我们的细胞都有 十亿个迁流变化的什么 新陈代谢 这医学都可以证明的 我们现在看起来都一样 没有什么变化 是因为你看到它的外向 而它的内涵你看不到 这个桌子很硬 我们都以为它是实在的 一年后来也是这样 两年后来也是这样 其实这个物质也在变化 只是我们看不到 我们看为硬邦邦的东西 其实你把它放大 它有毛细孔 所以有很多东西 是因为我们没有去 发现它真相的那种智慧 感觉不变 其实没有一法不变 所以注意听哦 佛法在讲无常 不是说我们要死啊 那个叫无常啊 是活着的每一个当下都叫无常 为什么 它不停的在迁流变化 所以我们本身就活在 无常的法则之下 因为你本身就在迁流中 就在变化中 包括一切万法万物多一样 所以什么叫无常 一切法当下都是无常 不是什么时候常 什么时候无常 是根本永远没有离开过 无常的法则 因为一切法都在变化 都在迁流 没有一刹那是停住的 没有一刹那是不变的 那么这个就归纳出来 是什么 没有永恒不变的东西 一切法 包括外额宇宙 山河大地道 一草一木到我们的身心 没有一法是停住不变的 那这样子有没有一个永恒的东西 注意听哦 这个就在代表什么 常不可得 无常 就是在讲现象 不是现象里外有一个无常 注意听哦 我们中国都有讲黑无常 白无常 说我们要死的时候 那个牛头马面 要来捉你 那个叫无常 那个是故事 真正的无常的意思 不是这样子 一切万法 没有一刹那是停住的 都是在刹那刹那的迁流变化 所以它本身就是无常 也从这个发现 才知道什么 原来没有一个常住的东西 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东西 注意听哦 这个观念就从这个要转出来 那么我们 可不可以印证 任何一法 有没有什么物质 有没有什么心灵 永远不变的 没有 我们现在都知道 宇宙还有黑洞 这些星球啊 到某一个程度啊 都慢慢会坏掉了 最后怎么样 也是落到黑洞里面 里面怎么样 搅一搅 又新的星球就出来了 连我们这个宇宙的星球 都在生灭变化 我们是活在这个星球上的 一个生物 它能不变吗 它有永恒吗 我们要去体会 什么叫无常 佛陀就是从生灭变化的万象万法 去观察它 原来没有一法是停住不动的 那这样外道都在讲 常 恒 不变 那是什么东西 那是幻想的产物而已 这样知道意思吗 佛陀在破除外教的思想 不是乱破的 它根据的是事实 所以注意听 佛法不是理想 不是用想象的 推理的 不是 是用事实的万法来证明它 从这一点我就想到了 我们在研究大汉经的时候 佛陀是这样的如实 每一次啊 他的弟子 平常接受他的法律 修行大家都某一个程度 但是到要进入 面对死亡的时候 他们都很希望佛陀啊 能够去看看他 开始开始 佛陀很慈悲啊 每一次有请求他都会去的 难免啊 人要面对老病时啊 身体都有病都有苦啊 有的平常 有禅定功夫 啊 功夫很好的 一旦病到很严重的时候啊 禅定功夫也死不出来了 那个时候啊 佛陀就会问他 你心里是不是有一点追悔 他说是啊 真的有一点追悔 他说你有破戒吗 他说没有 我没有破戒 他说没有破戒 你还在担心什么呢 然后佛陀的开始是什么 就是从他的身心去问他 从五印下手 色 是长的吗 受想形式是长的吗 还是问这个问题啊 比丘当下就回过头来 知道了 啊 无常 无常是不是苦 是啊 苦是不是无我 是啊 那你在担心什么 当下就回到正念来 你看哦 一个人面临死亡的时候 佛陀的开始还是不理现实的问题哦 大家要注意定 这个观念很重要 佛法不是在谈那个神奇飘渺的 不可知不可知的 那这样我们怎么解脱 我们根据什么 根据想象吗 根据崇拜吗 根据他力来救你吗 这个叫佛法吗 不是 佛法是根据事实 我们的生命 我们在这里执着 我们在这里颠倒 产生贪嗔痴 烦恼 在这里要去看清楚 他的原因是什么 我执啦 实有感啊 常啊 常见 当了解他是五印的组合 我根本不可得 那你还在烦恼恐惧什么 只要佛陀这样一点 所有的例子当下就回省过来 当下就正念正知 当下就离开 烦恼颠倒 佛陀的引导都是这样子的 我讲这个的意思是说 佛陀他所根据的道理 他指导弟子的方法 都不离开现实 我们的身心 这一点很重要 我们不是活在想象 不是在信仰 他力 他方世界 而迷惑在 自己内心的问题 你都不解决 所以导师就讲 这种没有永恒不变的东西 他说再从前 或许不容易了解 以前科技不发达 佛陀的时代 除了有天眼 有慧眼 有法眼 有佛眼 不然的话 要了解不容易 一般人是很难体会的 由于近代科学的进步 已经不甚难懂 不过 世人也只能在诸法的流动 变化上了达其外表 对 现在科技发达了 我们的知识也提升了 从现象上 我们可以看出它的变化 人会从小 长大到年轻 到老 那不是在变化吗 我们看在现象 确实可以看得出来 房子也会变旧了 再好的东西也会坏了 慢慢去观察 确实是如此 我们也可以借着这样的观察 可以了解到 一切外在的现象是如此的 还不能达到 诸法没有不变性的旧境意 而真正的诸法 真的没有不变的 深层的内涵 我们还没有办法去了解的 很多都会到达这个阶段 我们是不是认为 我们有一个灵魂 有一个永恒不变的 来来去去都不会变的 那个是什么 那个不叫常吗 那个不叫无常啊 如果有这种观念的话 如果万法会变 那上帝不变呢 那上帝不变是什么东西 上帝不变是谁说的 到底是上帝创造了万物 还是人类创造了上帝 你们知道吗 上帝是谁说出来的 你们知道吗 是人类创造的 人类想象的 人类推理的 想当然的 就是这样子 就像什么 婆罗门教认为有大饭天 其他的宗教 还有认为有真主的 创造主 万物的创造主 那我们中国的道家 也认为什么 有一个本体 是不是 所以我们是不是 多有那种石油感 那个是什么 那个就是常的观念 永恒不变的观念 在佛法里 不认为有这样的东西 不是只有外表的现象会变 内在也没有一个不变的东西 这一点很重要 不然我们会执着什么 哦 弱体是假的 因缘合合的 但是我们有一个真的我 大我 或者真我 或叫自信 它是永恒不变的 啊 弱体坏了 我们那个自信来来去去 灵魂来来去去啊 好像换衣服 换房子一样的 来来去去 那是永恒不变的 这一点要注意了 我们火定的只是外表 而内涵总是认为 它有一个时代 这个是什么 这个就是难懂的地方 难了的地方 众生最执着的就是这个 我说我们大家都会死 一定会死的 没有一个人敢核定 只是早晚 这个没有人会核定的 火花说无我 大家心里就不心甘 不心甘情愿的去认识了 怎么可以 这个假我可以 没有 真我怎么可以 没有 啊 是不是这样子 我们在保护什么 我们希望有一个常不变的东西 知道意思吗 我们才能安心 如果没有这个安心的地方 他就受不了 其实内在的这个我值啊 跟外在的我值啊 其实共同的一个条件 共同的原因 我们怕什么 怕这样我就断灭了 但是佛法告诉你 佛法讲的无常无我 不是在讲断灭 他告诉你 常也不可得 啊 无常也不可得 无常只是在火定常的存在 并不是另外有一个无常的东西 我们众生执着在有就是实有 执着在无就是实无 但是佛法是离开什么 有无两边的 叫忠道 体会忠道就能体会到涅槃 涅槃不是讲常 也不是讲断灭的东西 所以你们不用担心说 啊我死了 那没有我 那不是断灭了吗 那心不甘情不愿的 绝对不愿意接受无常的关联 总要建立一个有实在的自信 和我什么的心才能安 但是你们都忘记了 一个重要的地方 只要有那个自信件的影子还在 那个我直就破不了 这样知道意思吗 他就有安住处 就有立足点 你怎么能破我直而得解脱 我直是什么的东西 我直讲透了 就是永恒存在的抑郁 只要你有那个永恒存在的抑郁 那个我直就有立足点 根本我直破不了 这一点是一般人不会了解的地方 所以我们很多人修行 由于信仰 崇拜 依靠的那个观念 在保护那个我的存在 即使你很虔诚 很敬爱 很直卑 很善良 你还是不能解脱的原因 就是那我直破不了 所以为什么我们很多人不了解 有的宗教叫你练功练法 能够出窍 然后能有一个来来去去的 还有一个身体能健康 能得什么大法 都是在有我里面 没有一个能解脱的 这个就是我们在破外道思想的地方 所以外道虽然修禅定 它能够暂时把我的分别心 执着心相符下来 甚至到了四空定的境界 到无色界的时候 是没有形象的 物质不见 意识形态还有的 还有一点点的意识形态 都还是有 为什么 出定后还是一样的轮回 为什么 都还在有里面 所以要讲到这个究竟处 谈何容易 要讲就很难明白 何况是正 所以你不要看清了这个三法印 三法印是宇宙的真理法则 一个无常法则 你要明白就不容易了 但是我们现在一般人都以为 三法印很简单 无常无我 涅槃 谁不会讲 问题是你体会有多深 你明白真正的跟你生命 有没有相应的那种相应度 有没有 所以不要轻视这个无常法则 无常真的明白 你就解脱了 我跟你讲真话 真正懂 真正懂无常你就解脱 真正懂无我也解脱 真正懂涅槃当然也解脱 三法印 任何一法印 只要你真的明白你就解脱 所以对于这种常谈的三法印 不要轻浮就过去 真的要很用心的去体会 很重要的 它是最根本的 所以这个诸心无常的真理啊 是从重的时间方面来说明的 无常从哪里来显现 从时间 因为过去会到现在会到未来 刹那刹那的千流变化 这个叫无常 也就是从它的时间的千流变化 我们说它无常 所以从时间向来说的 所以叫横的 重的不是横的 直显 从时间的感觉上 好 第二就是诸法无我 从无常进一步体会到 我的不可得 那么这里先解释了 我是什么意思 我们先把我来定义 才知道诸法无我的 无我在讲什么 我在佛法里 有它特殊的定义 一般人啊 总以为事物上有一个独立存在的东西 叫我 独立就是不靠其他的条件 单一的因缘条件可以成立的 那个叫我 那我们前面讲的 一切法必是条件的组合 有没有单一条件能存在的 反为一法的因 它还是组合的 注意听 所以那个因也不是单一的 那这样你怎么找都找不到第一因 因为因一定有它的条件 条件还有它的条件 条件还有它的条件 那这样子的话 第一因永远不可得 所以它没有单独存在的第一因 所以这里就告诉你 我们讲我是什么意思 就是一般人总以为有一个单独独立存在的 那个叫我 我们叫自性 不变的 永远的 单一条件可以存在 那么依佛华讲 存在的事物都不过是因缘合合的假象 其中没有什么可以独立自存的 找不到第一因 所以用一个比喻 一间房子 看来好像是整体 整燃一体 然仔细地把它推敲起来 房子是由于众多的砖瓦木石所合成的 那么从五指生开来 权还能存在吗 这样合起来叫权 生开来叫子 这个也是缘起的 生开的时候叫子 就不叫权 生开的时候权就不存在 所以权 有没有权的自性 没有 因为它是组合的 也是因缘变化 当它生开的时候权就不存在了 所以它权也没有什么 永恒的自性是没有的 这个说明物体是因缘生的 只有假象没有实体 任何一法注意听都一样 任何一法包括我们的人 这个身体都一样 都是因缘的甲合 没有实相 没有实在性 我们从物质来看 我们现在把它分析 我们现在说原子 当知道原子就很习 若然已经看不到 现在就知道了 子子中子 现在有垮克 但是现在所了解的 垮克还不是最为习的 垮克还有六个条件组合的 那么这里就是要让我明白 包括一个围城 把它分析分析 分析到一个围城 一个电子 还是因缘假象 没有什么独立的个体 这是从现实的科学 可以了解的 确实是这样子的 这个就在告诉我们 诸法无我 现在有人就会讲 物质 它会转化成能量 能量是看不到的 所以我们物质的分析到围城的时候 还是有 但是最后它转化成能量的时候 物质也不存在 但是能量是看不到的 有人就这样讲 对啊 那能量是不是在变化中 能量是不是永远不变的 它也是随时在无常的变化中 组来组去 组合来组合去的 意思是一样的 所以你要找到物质 实有的地因不变的 有没有 没有 找不到这样的东西 所以绝对没有独存的 单一条件的个体 没有 这个就是诸法无我 是从横的空间的方面说的 无常从时间的变化来讲 无我就是火痕的空间的观念 来了解的 了知空间的一切法 都是没有独立存在性的 比如国家 是由土地人民主权所合成的 那么人呢 是筋骨血肉 划毛爪齿所合成的 除去了这许多 合成国家 人生的这些植树 是没有实体形成形而上的存在 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这些物质 是真的是组合的 看不到的 有一个灵魂 这个叫形而上的 不要以为 这个以外还有一个形而上的存在 那是不可得的 这个就是无我的意思 我就是不变的 单一的永恒存在的 这个东西是没有的 其实从无常 就已经能了解无我了 所以无常跟无我 只是一个从时间 一个从空间 来了解它 内容的含义是一致的 都要让你了解什么 潜流变化的万法 没有一个实体的 不变的东西 没有 那么这些 这些 是不是在我们的现象都可以探讨的 是不是在我们身心的作用中都可以去理解的 它不是只有一个理论 它在讲一个事实 所以我一直强调 佛法 它不是形而上的 那种宗教信仰 佛法是理性的 是智慧之学 是很如实的 没有离开我们的现象来谈的 你可以了解 可以有方法证明 依据这个方法 绝对证明得到 那这个才是佛法 了解这些的真相的内容 再叫剥裂 注意点 这个才叫智慧 所以科学家所知道的只是一部分 那个不叫剥裂 那还是世俗的知识 而能探讨到真理的无常法则 无我法则 能深入而明白的 只有剥裂的空会 这个才叫智慧 第三就是涅槃极境 这说明了 动乱变化 甲合的换现物的最后的归项 归数 注意听 这个地方很重要 缘起的万法 它是因缘组合的 只要是因缘组合的 它最后必归已灭 这个就是真理法则 最重要中的一个法则 注意听 因为因缘而有的 最后也因为因缘的变动而消灭 注意听 这个就是最后的叫做极灭 涅槃极境 就在讲这个 这个是真理法则 最重要的一点 因缘而有的 最后也必因缘的变化而无 这样知道意思吗 一定哦 这个叫一定的 从古到今 你们有没有看到一个人 不老不死不变的 有没有 没有 你有没有看到 一个物品 它永远不变的 有没有 没有 包括我们现在的科技知识 我们就知道 我们的地球都会灭 何况是任何地球上的任何一个东西 哪一天太阳系也会坏的 我们的三千大千世界 有无量的太阳系 要知道 连这些都还是无偿的产物 而且是必归一灭 那我们就知道了 这个叫真理法则 那我现在请问各位 如果真理法则 有它的必然性 就是说一定会这样子的 那我请问你 我们能求不老 不死 可能吗 我们所得的名利 一切万法都不会消失 可能吗 这个很重要的观念 很平常 但是我们都没有深思 包括什么 修行的境界 有的是天人合一 有的是与 与这个虚空合一 进入无人无我的境界 满身喜乐 请问 这个无印是不是无偿的因缘 无印是无偿因缘 所生出来的感觉 是常吗 注意听 我这个要注意听 很重要的地方 我们执着在很高深的境界 很多与众不同的体会 那些带来的喜乐 清静 自在 那个是什么产物 包括 四空定的境界 还是什么 无偿因 无偿严 所产生出来的产物 它会长吗 好 一切法必归一灭 一切的感受也必归一灭 请问 那我们到底执着什么 如果明白这个真理的话 如果一个人活着 只是维持活着的条件 那个条件就比较容易 但是我们现在都不是 只是维持着活着的条件 很多虚幻的要求 从哪里来的 我们要去明白这个 你真的明白了 人间没有什么法 可以让你执着的 这个很重要 为什么了解无常 了解无我 了解真正的涅槃极灭的真理法则 一定能解脱 这个不是戏论 不能佛陀讲的三法印 就没有意义了 它是宇宙的真理 是必然如此的 我们就是没有体会到 我们就活在这样的法则中 而不自知 然后我们每天在求什么 注意听啊 我们所求的都跟这真理反则 相违背的东西 你会不会痛苦烦恼 会不会执着就知道了 如果宇宙是必然的 这个三个法则不能避免 你能超越它吗 你能希望永远存在吗 还是有一个形而上的 我可以自己可以练出来的 有没有这样的东西 无常因 无常缘 我们的五蕴都是无常的产物 都是众因缘合合的东西 这样无常的东西 我们能够修炼一个常 不变的东西出来 可以吗 注意听哦 无常因 无常缘 所生之法 云合有常 这个就是佛法在破的 我们想想看 人类充满了理想 他想要创造一个什么样的国度 尽量在物质上去发展 从科技上去发展 建立了什么什么什么 新的一些产物出来 前路 这些都能长痕不变吗 我们所知道的 随着科技的发达 每一种产业在怎么变化 是不是 过去认为最好的 现在都没落了 叫西洋工业了 是不是 新的事业又出来了 是不是一直在替代 过去认为最圆满的 最棒的 现在一文不值 那我请问你 新的科技出来 它能永恒吗 将来还是 是不是要被替代 注意听哦 一切万法 就是在这样 千流变化中 在展现着万法的面貌 如果我们看清了 整体的现象 一个宇宙真理是这样子 你会不会执着在 某一个千流变化中的一点 以为它是永恒 实在在那边执着 会不会 真正的剥裂空会 看到的是宇宙真理的整体性 它不是看到片面的某一点 这样全然了知的时候 对万法的点点滴滴 哪里来的执着 它是宏观的 是整体性的 为什么要了解元旗 为什么要剥裂空会 因为才能宏观的看到 整体的问题 而不是在片段中 执着于一点 一欧就以为是了 但是涅槃 还有更深刻的意义 虽然万法避归一灭 这个灭还要去了解它的内容 才不会落入什么 断灭空无 这样知道意思吗 在这个最后的归宿 都是平等无差别的 大家都一律一样 不管你是什么身份 最后都一样观一灭 这个是人间最平等的 不是因为你什么特殊的身份 你有什么特殊的工业 你就可以避免 没有 任何身份都与与一样平等 所以一切事物是动乱差别的 也是什么 极尽平等的 这个很难了解吧 注意听 这个地方大家要用心 这些能体悟的人 你才能受用解脱 我们看到万法 是在千里无常的变动之中 所以它是什么 变动的 差别的 从现象上是如此的 但是既生即灭 法法必归一灭 这个灭不是东西消失以后才灭 千里无变化 变化的当中是什么 看到变动向 其实它就算在灭 我们有讲一句话 叫生生不息 是不是这意思 你看到生的部分 一直起来 但是何尝不是灭灭不移呢 那这样生灭 是不是同时都看得到 注意听 动一万是生灭的现象 而必归一灭是极灭的现象 好 在动一万中 能不能看到它的极灭性 注意听 这个很重要 不能怎么解脱 众生看到的就是生生灭灭 而圣地人们的解脱 他所看到的是什么 法法极灭 注意听就在这里 我们如何在动乱的差别像的生灭像中 去体会它的极灭法性 就在谈这个 极灭法性在哪里看 就在动乱的差别像中 注意听 不是离开动乱的差别像 离开无常的现象 有一个极灭的存在 注意听 这一点很重要 明白了这个 修行哪一刹那不是无常像 让你体会 万法 生命的身心 当下都能体会 这个就是下功夫的地方 有正见的人 有剥裂智慧的人 每一法的当下都是你观察的对象 需不需要一个特殊的地方去用功 注意听 这个很重要的理念 所以导师就讲 如审系的观察诸法 很用心的 很维系的 细腻的 当然最好是有定力的时候来观察一切诸法 就可以怎么样 发现 变动动乱的差别的事物 既是平静无差别的 所以我们要提振涅槃 提振极灭法性 在哪里体灭 就在无常的现象变化中 今天不是透过无常的变化 你怎么能体振它的避归一面 所以我们恐怖无常 错了 无常就是我们要看的现象 我们才能体振法的真实内容 不是在逃避无常 我找一个常永恒不变的地方 来逃避吗 能吗 没有一法能离开无常的 因为法的当下就是无常 你怎么能离开 而是借助无常的因缘 去了解它的真相 这个就是下手的地方 这种种差别归以平静 动乱归以平静的涅槃极境 如枝叶花果的形色各株 但光的影子是没有差别一样的 这是比喻啦 职业千差万别 影子只有一个 多一样 透过光线啊 影子多一个 我们人也是一样啊 我们长得高 长得矮 长得美 长得愁 长得身份如何 千差万别啊 但是影子只有一样 光线照下来影子都一样 它只是比喻啊 让我们去明白 差别相中 如何看到它的 不变 共同的 都一样 一个叫自相 自相就是差别相 共相就是大家都一样的 法性的部分都是一样的 一个是相 一个是性 相是差别的 性是共同的 这样知道意思吗 所以当我们体证到 依法的法性 都是归以极面 依法的法性 都一样的时候 那个叫无差别相 也就是无差别至 没有分别的那种 差别相的时候 就是共同的一个什么 共相的时候 那个叫性 所以注意听 涅槃极境是一 诸行无常 诸法无我 体验所得到的 好 那今天我们要解脱 要体证涅槃极面法性 要从哪里来 从诸法无常 跟诸法无我的体验来的 那如果是这样子 修行要在哪里 修哪里体验 就在一切万法的无常向中 去观察它 去了解诸法的真相 什么是真相 无我 什么叫无我 没有永恒性 没有不变性 没有单一性 那这样子 我们还会不会有一个 希望永恒存在的 抑郁存在 还有的话 那你是自己找麻烦 要跟自己过不去 要执着 要轮回 那是自己的事 如对前两真理 不能了解 这个涅槃极境的真理 也就不会正确的了解 这个就是点出重要 非常非常重要的点 对无常的真理 不够深入的体验 对无我不够深入的去体验 你不可能达到 极灭涅槃就是了 这个在点出重点 所以我们要修行 要下手 就在一切法的当下 尤其是我们这个身心 如何去观察 是不是真的无常 如果是无常 那就是常不可得 常不可得 这个常子就是我 就是永恒不变 那是没有的 找不到的 那我执就会破 希望不变的 希望永恒的 希望永远生存的 那个欲望的念头 就会消失了 我执就不会安利了 注意听 这个很重要 单单这些 简简单单的 看来很平凡的这些 其实已经涵盖了 整个佛法的经验 但是我们都忽视了 我们都偏离了 佛法的根本 在谈一些虚无缥缈的境界 怎么样能够解脱呢 如果这些法我们现在听得进去 是不是我们每个人都有机会解脱 因为我们都有机会观察万法 观察自己的身心 哪一个不是 那是不是机会平等 那如果是这样子 这个最基础的东西明白了 你要靠别人来操纵你吗 你要靠外面的神力来主宰你吗 你还要依赖谁来救你吗 知道意思吗 这个就超越了外道的执着 很重要的 佛法怎么讲都讲自觉 自知自受用 阿罗汉为什么能自证 唯有自证的也才是阿罗汉 要注意听 我们在无名中 贪嗔痴 烦恼习性很重 所以我们痛苦烦恼 自己时时刻刻都可以发现 有一天你真的明白真理了 然后你也依据着真理去实践 贪嗔痴真的可以消除了 再也起不来了 你真的明白的时候 难道你会不知道吗 你还有一点贪嗔痴 你难道看不到吗 真的没有贪嗔痴了 真的烦恼不起了 难道他会虚伪是假的吗 这样知道意思吧 所以我常常讲 我们能骗别人 绝对不能骗自己 你有烦恼你绝对知道 你真的清静你也绝对知道 所以这个时候需要别人来跟你肯定吗 很重要啊 今天佛法谈的是真正的智慧 每一个人平等 每一个人都能体验 每一个人都能证明 我们今天颠倒执着 是在幻象中 不知道幻 以为是实在的才产生执着 但有了剥裂的空会 从依法的观察中 了解他的真相的时候 你还会糊涂吗 所以我常常讲 真正的明白的人 你要叫他烦恼 他起不来啊 你要叫他颠倒 他没办法啊 就是这样子啦 回到本来而已啦 本来不是说有一个本来 是说一切法的本来就是这样子 只是我们由于颠倒无名 才产生什么误解的 好 我们休息一下